今天在社交媒体的热搜上面出现了上海女律师擦边做直播的新闻 说的是这个女律师大概一月收入也就5000块钱左右 其他的律师发了一个牢骚 说独立律师挣钱不容易 挣不到 然后这位博主就回了人家一句话 说你可以开这种擦边直播 什么叫擦边直播 就是不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况下 做一些有明显引诱式的这样的直播 其实在网上看得到有很多 这是一种在规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的做法 但是确实这种做法是比较低俗的 尤其是律师来干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就更加的让人觉得不齿 当然我想这样的事情做起来的话 对他的律师从业来讲肯定也是一个影响 当然很多人可能已经不想做律师了 他就就是要做一个网红博主 所以把网红博主干好 某种程度是这位律师的最大的想法吧 毕竟2万块钱的月收入比上做律师5000的收入来讲 确实是压倒性的 所以打着律师的招牌 干这样的这个直播 其实是并不好的 所以我也要吐槽一下 因为是平台的规则造成了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这些拥有律师医生 各种各样的资质的人 他比普通的网红博主要得到平台的更多的照顾 然而他们往往利用这样的身份 再加上一些擦边的内容 获得了更高的流量 挣更多的钱 这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吧